下了59天的大雨 天气终于放晴 河水像一头 无法控制的猛兽一样快速增长 水利员艾米和扎克来到水利观察站 艾米显得担心 如果洪水到来 可能有崩扎的危险 他觉得两人应该立即将眼下情况通知上级 扎克并没那么悲观 他认为如果大雨就此停下 水扎可以扛住目前洪峰 两人说话间 艾米突然发现不妙 走近后二人发现 观察站下方台阶上 赫然躺着一具尸体 两人立刻报警 此时老雷助手 换成一个叫尼尔森的警探 接到通知一帮人来到案发现场 初步勘察警方得到消息 死者是名女性 头上被人戴着头套 身上无任何证件 手臂和大腿处有不同程度擦伤 不能排除水流冲过 撞到石块或台阶留下的伤痕 这个头套代表什么 凶手为什么要在他头上 戴一个奇怪的头套 目前还无法知晓 解开头套 法医发现 死者嘴部周围有白色泡沫 说明他被扔进水中 至少还活着 目前没有出现尸斑 皮肤比较完好 由此推断 他的死亡时间大约在24小时内 这是一条长60英里的运河 途经独立的三个周 尸体具体从什么地方抛入河中 就不得而知了 看到尸体头套被摘下来 艾米不淡定了 原来死者是艾米朋友名叫南希 就是本村人 尼尔森很快搞清对方身份 南希迪尔 女性28岁 是一家医院的护士 她的丈夫叫麦克 是个建筑工 但两人半年前分局 南希跟一个考古博士 在村里租了房子滚到一起 丈夫当然十分不爽 老雷表示 就从这位不爽的丈夫开始查起 身为建筑工人的麦克 正驾着铲车挥汗如雨的紧张工作 突如其来的消息 让麦克吃惊不小 麦克表示 南希是个喜欢浪漫的女人 自己一个建筑工人 缺少的就是浪漫 考古博士正好满足南希喜好 但人家不会跟她当真 几个月晚以后 就会把她甩掉 通过麦克口中 两人了解到 一年前新来的女牧师 在教堂发现一些壁画 女牧师找来博士 对壁画进行临时清理工作 说话间走来一个老汉 通过谈话 两人了解到 对方是麦克的父亲 名叫弗兰克 父子两个字提供了行动轨迹 弗兰克整晚待在家里 麦克出门去了酒吧 两人来到教堂 找到女牧师对方名叫玛莎 玛莎将两人带到地下室 此时博士正和一个小伙 在地下室 小伙名叫大卫 是村里便利店主老唐的儿子 博士简单介绍 他和南希相识过程 又介绍自己 昨晚最后见南希时间 而尼尔森在洞中有所发现 老雷寻声找过去 两人赫然发现 南希头上套的头套 刚好符合墙上一幅画的描绘 尸检后法医带来消息 南希肺部肿战 他被人打晕后 投入水中窒息而死 头套上没有留下任何指纹 那是一种剑麻材质 精子外线扫描 他们发现端倪 上面有艾斯艾驱 C三个字母 博士曾说 南希有台黄色小轿车 但现场并未发现那辆车 老雷让尼尔森留意 查询南希的车辆 一个二十多岁女性 死亡方式居然与壁画相同 两人分析 可能什么人模仿教堂壁画作案 问题是 都有哪些人见过壁画 这样排查起来需要大量时间 尼尔森筛查了南希可能的投尸点 南希是本村人 经过筛查得到五个可能抛尸地点 需要一个个去核实 老雷接到电话 对方是村里老牧师 他声称有情况告知老雷 尼尔森对五个抛尸点进行核实 终于在其中一处水面 发现一个旅行包 尼尔森跳入水中 取消包包 老雷这边找到老牧师 牧师名叫维特 刚退休一年 马莎就是维特介绍过来 维特介绍 南希小的时候就非常野 经常钻进男孩子帐篷 和他们一起喝酒 维特表示 有人借鉴圣经里的插图 对南希下了死手 这应该不是巧合 说话间 艾米走进来 老雷才知道 艾米是维特的女儿 难怪他会知道 南希的死亡方式 艾米告诉老雷 父亲得了白血病 正在化疗 目前医院做了骨髓化验 如果适合自己 将捐骨髓给父亲 南希在村里声名狼藉 与丈夫交恶和情人滚到一起 他的死亡方式比较特别 对方为什么要往的头去套头套 他到底被什么人所杀呢 尼尔森将找到南希抛尸点通知老雷 他们在南希包里 发现换洗衣服 洗漱包 书 护照和一张去往澳大利亚单程机票 机票时间 就是南希被害当晚 另外还有一张工作签证 老雷质疑 难道他要移民澳大利亚吗 两人询问博士 南希为什么要移居澳大利亚 对此博士声称 自己完全没有听说 博士解释 自己和南希只是火爆油 只走肾的那种 谈不上男女朋友 无法提供有用信息 南希真正离开迈克 也为迈克喝酒 总爱家暴南希 这才是导致南希离开的原因 弗兰克这边 趁没人注意 弗兰克来到仓库 拉下一块帐篷 下面盖的正是警方寻找 南希那台黄色小车 对于博士无端指控 迈克反击 博士就是个说谎经 他和南希有争吵 但绝对没动手打过对方 对于村里人说 他把南希打进医院 更是无稽之谈 老雷来到弗兰克的仓库 试图核实迈克不在场证词 但弗兰克不在 老雷发现地上一滩黑色东西 用手触摸后发现 那是一片机油 当天晚上 马莎召集教会委员 准备对艾米和父亲 取留的问题投票 原来艾米和父亲居住的房子 属教会资产 马莎试图通过投票 是否收回艾米妇女居住的房子 另一边 弗兰克开着南希的车 一路来到一片林子 貌似弗兰克准备将对方的车 抛去什么地方 只是我们不禁怀疑 弗兰克为什么会开上南希的车 难道南希被弗兰克所杀吗 可事与愿违 车子没开多久就没有了 弗兰克毫无办法 最终只能将南希的车 推进路边草丛 只是弗兰克 似乎在南希车里 发现了什么 教堂这边得出结论 马莎最终以多票通过 决定收回艾米家的房子出售 取得资金用来维护教堂地下室的壁画 马莎声称 成员南希生前 将他的投票权给了自己 对此扎克质疑 南希为什么把投票权给你 马莎解释 他就是给了我 马莎将投票取得结果告知博士 声称马上就有维护壁画经费了 他会让这些精美艺术品 重新绽放绚烂光彩 到时这里成了观光圣地 大把的银子也将随之而来 回家后的弗兰克 忽然听到外面传来声音 他来到外面私下查看 身后一台叉车突然发动 一整车砖头废料 披头盖脸砸向弗兰克 毫无防对的他 片刻就惨死在石坏下 第二天 有人发现被弗兰克丢弃的南希车辆 尼尔森在南希车里 发现弗兰克看过的那份资料 只是里面东西被人拿走 两人赶到弗兰克死亡现场 现场一目了然 他被一车碎砖头砸死 两人检查弗兰克仓库时发现 里面还装有监控录像 只是录像带早被凶手拿走 现在问题来了 弗兰克为什么要销毁南希的车 南希之死和弗兰克有关吗 如果有关联 弗兰克又被什么人所杀 那人和南希之死有无关联 老雷发现弗兰克死前 最后一个电话打去维特家 老雷决定去维特家了解情况 老雷将弗兰克死亡方式告知维特 维特分析 弗兰克的死也符合墙上壁画描绘 可能村里正遭受审判 询问弗兰克昨晚打电话原因 维特解释 弗兰克也是教会委员会成员 对于教会准备收回他们的房子 弗兰克无能为力 打电话过来道歉 见到心情低落的艾米 老雷安慰对方 艾米解释 母亲生他时候难缠死去 父亲为了摆脱丧气之痛 从伦敦搬到小镇 一手将艾米抚养整的 父亲虽然没能给他荣华富贵 但满满的父爱陪伴下 他自足了 现在连妻身之所都没了 心里自然不好过 对于父亲将南希车子 气去丛林 迈克更是一头雾水 老雷表示 警方还在弗兰克仓库 发现南希车辆漏下的机油 由此推断 南希被杀 车辆一直停放在弗兰克仓库 先是妻子被杀 又是父亲与害 那么两起案件中 迈克又扮演什么角色 迈克这边提供不在场证据 尼尔森核实 确实两起案件和他无关 观察弗兰克仓库录相待 他们发现一条有用线索 南希被杀当晚 9点37分 南希先是将车开进弗兰克仓库 随后扎克开车将南希接走 好你个扎克 果然隐藏够深呢 两人查了扎克资料 没有犯罪记录 四年前由外地搬过来 他的哥哥曾被指控 犯有欺诈罪 一阵追逐后 两人成功将扎克截住 警方随后对扎克住处进行搜查 尼尔森在对方电脑里 发现一些删除的资料 恢复后他们发现 那是医院患者医疗信息 扎克解释 他跟南希之死并无关系 南希要走 他需要钱 南希利用在医院工作关系 将病人资料搞出来 倒卖给扎克 再由扎克提供给哥哥 进行犯罪诈骗 后来扎克想到 不能那样做 他已很多年没见过哥哥 他把自己的积蓄借给南希 案发当晚 南希只是搭顺风车 去了博士家 两人立刻来到博士家 不料房间突然走出大卫 看到对方赤裸上身 两人立刻明白 大卫和博士的关系 大卫解释 南希根本没过来 也为他和博士整晚在一起 大卫离开博士解释 正是由于自己改变了性取向 所以才和南希分手 现在警方面临一个问题 要么就是扎克在撒谎 要么就是大卫和博士 两人同时撒谎 老雷推断 假设扎克把南希送回来 只是放在博士家附近 扎克并没亲眼见到南希进屋 他理所当然认为南希去了博士家 如果南希去了其他地方 那么两边说的话同时可信 两人来到教堂 玛莎表示 案发当晚 南希确实来找过自己 也为他要离开 过来跟自己道别 玛莎还介绍 他花钱买了南希投票机会 最终交汇才能获得 出售艾米加房子的决定 后来南希拿了钱就离开了 对于玛莎的谈话 老雷是怀疑态度 但目前没有任何有利证据 支撑老雷的怀疑 只能暂时相信 第三起命案 在两人匆忙中到来 这次死的人是博士 博士发现一封寄给南希的信 不料这成了他的催命符 半夜博士醒来 发现自己四肢被铁链拴住 博士正在疑惑 只见头部上方悬挂一根锥子 博士预感不妙 那根锥子从上而下 刺穿身体 将博士整个人定在床上 博士的死样 大家都看得清楚 无需容说 玛莎解释 见到博士没去教堂工作 他打电话给博士 对方一直不接 玛莎上门 就见到对方惨死在床上 老雷走访了大卫 大卫介绍他和博士相识经过 还交代了昨晚自己行动轨迹 大卫还说 博士曾告诉自己 他准备买下艾米加的房子 送给大卫 老雷突然想到了什么 凌乱的线索 仿佛突然被串联到一起 南希和弗兰克 都是教会成员 南希直接把投票权卖给玛莎 弗兰克虽没参加投票 正是由于他的缺席 玛莎才能顺利拿下投票结果 而博士准备购买艾米家房子 三人之死 艾米是最大受益者 他有着充分杀人动机 老雷让尼尔森 迅速将艾米带去警局 与此同时 洪水将至 村民们全被转移到教堂 艾米趁没人注意 偷偷来到地下室 他扯了跟水管 朝着墙上壁画疯狂喷过去 听到地下室传来响声 马杀下来查看 确认过眼神 没错是仇人 结果一言不合两人开干起来 关键时刻 尼尔森感到出手之主艾米 博士家这边 老雷和法医打开博士电脑 他们搜索博士 没捎完一个信封片上字母 结果有了重大发现 明白整个事情来龙去脉 老雷来到教堂 此时维特正在台上 对马杀进行指责 老雷表示 到了跟你算总账的时候 你别在那里唧唧歪歪了 对于三条命案 你不想当着大家面 告诉我们什么吗 维特一身正气 上帝面前自己没什么好隐瞒 老雷提醒维特 以和西迪流浪救助中心取得联系 大约26年前 一个叫蒂奈的尹君子 生下一个孩子 但那个孩子后来不知去向 因为你得了白血病 需要移植骨髓 艾米准备替你捐向骨髓 身为护士的南西发现 你和艾米根本没任何血缘关系 她在离开当晚 准备将此事告知自己好友艾米 不料被你半路截住 朝着南西痛下杀手 为了误导警方 你故意将南西头上套上头套 搞得像教堂里壁画一样 南西车里还有一份检测报告 被试图销毁南西车辆的 弗兰克无意发现 于是弗兰克当晚打电话给你核实真相 你也只能将弗兰克杀死 正当你以为神不知鬼不觉 做了这一切 南西寄给救助中心 询问蒂娜声势的信得到回复 而此时南西已经死去 博士查看给南西的回信得知真相 因此 博士也为自己引来杀身之祸 老雷把救助中心发的邮件打印出来 艾米看完立刻呆里当场 原来真相就是当年维特 为了获得艾米抚养权 将艾米从蒂娜身边偷走 致使蒂娜苦苦寻找26年无果 五年前因病死在了救助中心 因为当年蒂娜是个隐君子 精神健康也有问题 一不小心丢失了孩子 尽管如此 一个母亲直到临死 也没放弃过寻找自己的孩子 维特的爱没有错 只是她用错了方法 但爱是给予不是吃多 好了 电影结束 如果你有不一样的观点 请留言去评论区 感谢关注 下期见